接下來我們進到另外一個主題 那麼請問大家家裡面手機有沒有很多 你們家算一算現在有幾支手機 沒有三支也有五支 全家加起來應該不止對不對 對啊 那就問一下各位你們舊手機都怎麼處理 然後去回收 放在家裡躺著 大部分都在家裡躺著對不對 因為你擔心你們各自外洩 不好一直拿去回收那裡 對不對 所以用到機會比較少 那我們這一次呢 這個是我這個禮拜才發表的這個文章 那各位老師你們畫面先借我一下 我們只要把舊手機改變一下 你們在教學現場也可以很方便 這樣為什麼剛剛特別給老師看一下那個現場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是用一般教室 老師都有投影機 可是呢你可能 同學比如說老師要教學也好 比如說我在這邊給你們看一下 這是什麼 棉花樓 棉花樓 沒有 不簽過的那種辦公 比如說班會棉花 沒有對不對 可是我如果在這邊教 那邊的老師一定都不公平 你沒什麼 對不對 細節看不到 怎麼辦 不然 學校也沒有食物投影機 應該有 但是老師會不會那麼起腦就借 為什麼不要直接放到教室 別人這樣再來給你借 這樣不是更方便嗎 可是你要保管很危險對不對 設備壞了又有一些責任問題嘛 所以手機帶著走不是快一點嗎 欸就是要這個概念 所以呢 我們呢 你可以像這樣教學可以用 生物觀察也可以用嗎 或者 如果您教的可能是低年底 中年底有時候會做勞作 對不對 作品 欸同學做得不錯 你想要給 把他的拿給同學 大家一起參觀一下 有點困難 有一些比較脆弱的可能一拿就 壞掉了 好 那第二個是說 大家圍過去你看方便嗎 也不方便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搭配 這個樣子的東西 我們看一下 來吧 我就連線過去囉 好 連線成功了 那我重新整理一下 這支就起來了 好 你可以看到 我們就可以透過什麼 網頁的方式 來一下 剛剛有同學的時候沒看清楚 剛剛有同學的時候沒看清楚 阿你有沒有看到他請錯吧 你要的你要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對焦好像沒有對好 有沒有追到 所以怎麼辦 叫他對好 好 在下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自動對焦 沒有 這邊 因為我這樣會有點晃齁 好 這裡 三角色比較清楚 對不對 看不太清楚 我們再放大一點 這樣有沒有再近一點 有沒有再近一點 有實物投影機的感覺嗎 一樣的意思對不對 可是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怎麼樣 是你在焦結現場就比較方便 因為你的電腦螢幕可不可以投影到大螢幕上面去 可以 那如果說 欸我就給老師下去傳看看喔 欸我們這個 這個在台灣有阿 這個是去南投那個國姓鄉 有人在種這個 這是有機的 有機的 你看一下這個 我看一下喔 那一個比較清楚 我們這個 這一個的話 你這樣是 這個可以摸沒關係 因為棉花叫永生花 永生 對阿 開花就不會洩喔 所以有些人用這個 來替代什麼 替代我們那個桶花 桶花裡面 或者我們一般用那個假花有沒有 人造花 欸因為他這個不怕阿 就是反正不用膠水阿 就一直開花 欸就一直開花 那這個棉花的話 他其實是 五個半到四個半 五個半 有沒有這一朵是這樣子 那要摘的時候怎麼樣 五指準備好 這樣就一起摘下來 欸就一起摘下來 這個還蠻不錯的 蠻好玩的 那 給老師玩 你黑膜沒關係 但是那個 總價流行 不要摘走了 欸 所以像這樣的話 其實老師就看得比較清楚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 欸 老師在做筆記的時候 我們要看不太清楚對不對 這樣子你就可以拿過來 這個都看得到 所以好 你要問一下 這樣 同學如果在寫作業 改作業有錯 老師是不是就比較方便一點 老師改作業也可以這樣給同學看阿 好 小朋友自己拿來也可以阿 你讓他作業上也可以阿 我覺得看不太清楚 就怎麼樣 要幫他放大一點 喔 老師要往左邊一點 對對對 我再放大一點 這樣有看到他寫什麼 語音書我看到 哈哈 來喔 收小一點 這樣可以吧 你看老師的代碼也超好 對不對 這個不只可以這樣 你可以怎麼樣 錄影 也可以拍照 欸 所以 老師上課的時候可不可以做紀錄 可以的 因為有些時候 比如說同學操作的過程 或是說你在做示範的時候 那 那個勞作只能做一次阿 你可不可以把它錄下來 然後就等下你再記 你可不可以就好 對不對 那 或者小朋友的操作過程 也可以像這樣子阿 你就可以把它拍下來 但是我要問向各位 請問錄影跟拍照都會存在哪 你覺得呢 你覺得錄影跟拍照都會存在哪 存在那一台手機上 不是在我們個人電腦裡面 存在那一台手機上 就跟您平常用那個照相機的功能一樣的 這樣您瞭解 所以 您的舊手機 如果萬一空間真的比較小的 你可以插個記憶塔 剛剛隔壁班友提到一個問題 請問你的信哪要不要留在裡面 不用 如果你是蘋果的要 iPhone要 iPhone現在新的都一定要插那個 機 那個什麼信哪 才可以 才可以拍機 但是 nz也不用 nz也不用 所以 你舊的手機 不要讓它躺在家裡 反正躺在家裡也簡簡無事嘛 你就帶來 這樣我們比較簡單一點 對不對 你一般教室都可以用的 所以我先問一下 有沒有誰 有沒有誰 要負責幫我猜一下 這個是無限王卡 無限王卡 有沒有 老師生人 你知道我給出去就沒有辦法再收回來 那個是要送你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以為要把你拿來去 哎呀 所以我說怎麼都給 你去說你這怎麼辦 一個買三百塊耶 我們演習 來我就親眼看著它把它拆開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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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開 來 縮小一點 來 因為如果老師您用的是什麼 筆記型電腦或平板 因為本身就有無限網路 沒有問題 對不對 可是如果您用的是PC 要不要一個無限網路 要 所以就需要搭配這樣子 好搭配是不是 你們這樣 你們很後悔 剛剛沒有舉手 看著它拆得這麼高興有沒有 你把它拿出來吧 無限網卡現在都很小 看起來包裝很大對不對 實際上是小小一個 我這裡還有一個 是小米Wi-Fi 就是這麼小一個 好你看它拆得多大 真的好小齁 所以那個包裝實在是 你看大小是這麼大有沒有 就這麼大一個而已 你可以比一下 但是不能比中指 這樣夠小吧 所以就這樣子 那你插進去 目前 所以等一下我們回到這邊來看一下 我們的教材裡面 你可以往下看 這個也不是我幫你的 這是那個 為什麼我講 薛老師跟我講的 我負責把它寫完 把它寫完整 等一下你可以吃看看 那你看我們一般的食物透明機 有沒有像這樣線很多 而且是有線的 DMU-Buck 對不對 那第二個 生物觀察 網路上有 真的有這種 做桌子攝影的 可是如果老師用的不多 去買一個 其實不划算 對不對 那你就手機就拿來用 可以 當然如果你交生物的 我就建議 買一個 會比較適合 另外 像我剛剛提到 勞作的過程 對不對 你要走到同學旁邊 隨時你就站在身邊 完成就可以用了 那 一般來講 你說老師那我需要用舌管嗎 我們為什麼會搭一個舌管 因為舌管 它在彎曲的時候 就比較方便 又有這個大夾子 你看你這樣看不到對不對 所以我說放過來 你看 你看它是有這個大夾子 這樣是比較方便 其實我們畫面 會有大概 1到2秒 或者真正常 對不對 有沒有 好 那 這個 手機夾大概 5吋到5.5吋應該都還好 平板是沒辦法卡 你不要拿平板 開玩笑 太對 所以 這個是比較方便 為什麼 因為我們走到哪邊 你就可以像這樣 我就把它夾在這邊 這樣你就可以很方便的用舌管 是不是去適當的腳步 對不對 好 適當的腳步 那麼這樣就不會晃 因為你用手拿 你容易會晃得晃去 好 那會晃得晃去 這樣你了解嗎 你手機要試看看 沒有戴手機 誰的手機要試看看 有的人沒有戴 我就戴錯了多台 你看我今天戴多少 來 你要夾這個 這個是5吋的 所以你就夾 但是要夾的時候注意一下 因為每一台都沒有開關 設計的位置不一樣 你不要那個夾 去夾到那個開關 對不對 那像這樣的話呢 你就會變得很方便 你看這個都是舊的手機 應該不錯吧 對不對 那你們就自己調腳步 像這個都還可以調 這邊都還可以調 這樣還OK吧 但是 剛剛這位老師 發了一個注意的錯誤 你知道哪一個錯誤嗎 他怎麼裝顛倒的 鏡頭我們 在後面的鏡頭 是通常解析度比較高 開自己拍大頭的 解析度通常比較差 當然如果真的他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也可以這樣 如果你真的萬一裝錯了 鏡頭是可以切換的好嗎 你看這裡 有沒有這樣就自己看自己的 這是另外一邊的鏡頭 可是我這邊 拿這邊切換 所以我們在 有沒有發現 就等於你是 透過網頁去遼控這台電腦 這台手機 這樣了解那個概念了嗎 所以是利用這個方式來做 這樣老師對我們 要介紹這個 有沒有比較熟悉一點 可以 那麼他在這邊呢 其實還可以透過什麼 一些高級的設 所以高級設計就是說 你的解析度 視訊的解析度 你可以設比較高 或者比較低 當然比較高的話 影片的傳輸的量度比較大 如果你不需要那麼多 你可以設想 另外拍照 拍照的大小也可以改 像這個地方也可以改 所以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要的那個大小 那對焦方式也是一樣 甚至怎麼樣 要不要打閃光燈有沒有 這個時候就要問一下 請問有開到 有開對不對 那一定要開啦 所以如果你要打閃光燈 也可以像這樣 就是這樣子而已 如果你想要把那個時候 這個覆蓋層就是 把你錄影的時間 記錄在這邊的話 它上面這裡 有看到嗎 在這一塊 有沒有 但是時間要正確的話 有些救手你什麼正確嗎 好 那了解的 我們大概這樣操作之後 等一下我就一一的詳細介紹一下 老師該怎麼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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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